弟兄姊妹 主日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 再一次由我来分享 圣经的话语和大家一起 今天我们这个新的一个 是一个题目是 在患难 患难中的这个盼望 我们会分享到 关于在逆境中的盼望 是关于旧约当中的一个故事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还是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 也看见我们这个教会 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上帝你的恩典 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这样的发展 主我们谢谢你 也求你真的是将更多的得救的人 来人数来加给我们 也让我们今天在这里 通过上帝主你自己的话语 你来坚立和安慰我们的心 让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 你不仅是给了我们这样丰富的救恩 主你更是你知道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在患难 不论在这样的处境当中 我们都是有盼望的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 也要仰望交在上帝你的手中 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的祷告 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弟兄姊妹 平安 我们今天分享这个题目 就是在这个逆境当中的 或者说我们说在患难中的这个盼望 大家知道 我想我们这个大概四十岁以上的人 大家知道如果在中国生活过 你知道在二十年前 在国内有一个非常火的这个电视连续剧 叫《渴望》 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有啊 我知道这个里面 这个电视剧其实就是 当时就是描述在那个文革 刚刚结束那段时间当中 普通人在这个动荡岁月当中的 这个悲欢离合 因为这个电视剧写的 它是非常的真实 所以说这个电视剧的火热程度 几乎可以说达到了万人空巷的那个地步 好像后来说有统计 当时收视率在中国达到百分之九十 这是以后所有的电视剧 包括有什么现在的什么一些 真人秀节目 都没有达到过的高度 那么其中的一首主题歌啊 它叫《好人一生平安》 我想很多人也听过 在当时也是唱遍了大江南北 所以我们就看到 其实在人的内心当中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渴望 就是我们一生可以顺利平安 能够远离各样的灾祸和不幸 可是我今天可能分享的 会有一点点负能量的东西 让大家感觉 就是说我们真正来看到 这个人生的现实情况的时候 其实跟人类的 跟我们自己的美好的愿望 强常是相反的 我们知道就是这首歌 更有意思 这首歌的主唱 叫李娜 在唱的这首歌 他唱完这首歌后不久 他就选择顿入空门 一帆风顺的人生 其实是特例 其实我们多数的人 常常是在环境当中 遇见各种逆境的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经历不幸 有时候是我们身边周围的朋友 亲人遭遇不测 那基督徒和常人一样 同样也是需要面对这个世界 带来的各样的不幸和患乱 但是感谢主呢 我想是在关于苦难和逆境 逆境这些东西 在圣经当中却有许许多的教导 可以帮助我们用信息来面对 各样的环境 那今天我们就从一个 旧约的故事来看 当一个人尤其是基督徒 当怎样去面对在患难 以及在逆境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上帝 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要扮演的角色 那我们要看一下这段经文 这个故事是记载在 《猎王记》上的17章 17到24节 我给大家读一下 他说这事以后 那做家主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单章上 有没有这个经文 打算没有 如果有的话 大家也可以用你的 看到圣经 我们一起来 就是来读吧 如果你能有圣经的话 好吧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听我来读 他说这事以后 做那家主母的妇人 儿子病了 病得慎重 已知身无气息 妇人对以利亚说 神人啊 我与你何干 你进到我这里来 使上帝想念我的罪 以致我儿子死吗 以利亚对他说 把你儿子交给我 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 将孩子接过来 抱在他所住的楼中 放在自己的床上 就求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 我的上帝啊 我继续在这寡妇家里 你就降祸于她 使她儿子死了吗 以利亚三次扶在孩子身上 求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 我的上帝啊 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 人入她的身体 耶和华 因于以利亚的话 孩子的身体 人入她的身 孩子的灵魂 人入她的身体 她就活了 以利亚将孩子 从楼上抱下来 进屋交给她的母亲 说 看了你的儿子活了 以利亚 妇人对以利亚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华 借你口所说的话 是真的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 有三个关键的人物 就是先知以利亚 和一对孤儿寡母 我想在分享这段经文下 我想大家需要对 整个这个旧约她的背景 有一定的认识 就是我们来问 我们可能会问 这个以利亚是谁呢 以利亚 她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位 重要的先知 那先知是什么 先知这个角色呢 就是代表神向当时的 君王和民众 去说话 传递上帝的真理 那在当时 以色列已经 这个国家分裂为 南北两国 特别是北国 以色列 当时已经 偏离了神的心意 当神说 不可拜偶像 结果我们看到 在北国这个地方 偶像遍地 神说 他的子民要圣洁 结果 从君王开始 就效仿周边国家的 淫乱的生活 因着信仰的崩塌 他们的政治 也非常的腐败 结果社会上 就充满着各样的 强暴和不公 因此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神就兴起 先知 这样的人 代表神向 当时的君王百姓 指出他们的罪恶 社会的不公 堕落和败坏 从而传递上帝的 公义圣洁 并且呼吁 这个国家的人民 要回归信仰 所以我们看见 在当时的先知 他常常发出的是 就是那些 发出于当时主流 舆论导向 向背离的思想言论 所以他们 常常是被认为 像我们今天的话说 就是 影响 这个社会稳定的 一群这样的人 比如 在当时 以色列亚 和周边的国家 当他面临战争的时候 那个所有的 这个官方的祭司 他们的统一的言论 舆论就是说什么 神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一定要 会打赢这个战胜 神会保守我们的 可是先知常常说什么呢 可是先知在这个时候 他却鼓励 有时候先知鼓励他们说 民众不要打了 甚至我们 让我们今天话说 就是散布投降主义 他先知说 上帝已经抛弃这个国家 因为你们已经 远离了神 甚至说什么 你们抵抗就是徒劳的 他干脆让民众 甚至让民众放弃抵抗 要他们去接受这个流亡 流亡的这个事实 所以你想想看 他们当然是遭到了这个权贵 非常的痛恨 所以从今天我们看 从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 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旧约的先知 好像其实有点像 怎么呢 像我们今天 我那天我昨天讨论 我跟Vicky我太太讨论 我说他们这个角色 其实非常像今天这个 公之大威的这个角色 当然了 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 可是他们在社会中 扮演的功能角色 以及他们产生的 公共影响力的角度来看 我们发现是有一定的 这个可比性的 他们代表着弱势群体发生 他们可能不一定是认识神 但是他们是站在 普世价值的角度 来对这个社会的不公不义 批评当权者 只是社会中的罪恶 强调普世价值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就想到这个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大家对先知有一个 大概一个概念性的认识 有一个形象化的认识 当你想到先知 我更想到说 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角色 你自己会想到 这个先知 会想到什么样的人 在我脑海当中 我跟他想 我就想到什么 想到崔永元 当然我这样一个类比 不是绝对的完全的准确 因为它是一个类比 实际上我们站在 今天的社会环境 对环境中 对先知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 那么显然 这样的一些人 在当时的朝代 是遭人忌恨的 对君王和国家来说 这帮人常常传递的 这个是负能量 所以当伊利亚 对亚哈说 他说要让国王 北国国王 君王亚哈说 要让全帝三年不下雨 他说我不祷告 不下雨 那么神就知道 他惹了麻烦 因此神就引导他 去躲在一个外邦的寡妇家里 我们知道 因为当时的饥汉 干汉 这个外邦的寡妇 本来就准备说 他和孩子家里 就剩了一点油 一点面 就准备吃完最后一顿饭 就准备等死了 就这样一个绝望的光景当中 结果伊利亚的到来 给他带来的生机 我想这个故事 很多读过旧约 因为很有名的这个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 对吧 因着寡妇的信心 他把最后一点食物 就给了伊利亚 结果 他和孩子的命都保住了 因为上帝让这个谜 一直不缺面 油也不缺油 孩子的性命都被保住了 如果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到这里 这个故事 那我想你会觉得什么 这真的是一个 皆大欢喜的结局 对不对 本来遇见干旱 这孩子要去等死了 结果上帝拆了这个先知 来到他这里避难 结果保全了 他们一家的性命 我想 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一个 我们的信仰 有一个理想的信仰的历程 就是当我们生命遇见困难 使我们 遇到一些特别的经历 可能我们又说发生了一些神奇的事情发生 继而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 并且之后 我们开始进入教会 然后生命成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家庭矛盾 我们身体的疾病 人际关系 我们的工作等等 随着我们的信仰 随着我们开始认识神 都一定点的好起来 从此有一个神 看顾和保守的一个平安快乐的生活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一个理想化的一个 我们都希望有这样一个信仰的过程 这种当然 这种王子与灰姑娘的结局 虽然是我们所向往的 可是神 对祂的儿女的带领 却并不是要带领到这一步 所以祂还有下面的故事 才有了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 祂说 这是以后 什么叫这是以后 就是 以利亚和寡妇的一家 经历了 主给他们的供应 就是这样一对外邦人 他们不认识神的一群人 就经历了主给他们的供应 他们开始有过上一个平稳 田园木格式的生活 以及在这段时间 以利亚一定也分享了上帝 与这位外邦的寡妇 她开始经历神和认识神 所以我们这样看 这事就是这对母子与以利亚 所度过的 可以说一段美好丰富的生活 然而在这事以后 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这是我们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主题 就是 这位虽然冒险 接待先知的夫人 在她的人生当中 却遭遇不测 然后我们看见 一个爱主的人 却同样面临患难 面临逆境 她的儿子突然 在这个过程当中 突然得了疾病 以至于失去的生命 我想这件事情 对于寡妇而讲 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因为对这个寡妇来说 世界上没有哪件事 会比她的独生儿子 更宝贵了 也没有什么样的灾难 会比失去她的独生子 更大的患难了 甚至比她 自己失去性命的打击 更大 看到这里 我想她内心当中 除了是悲痛 从她的回应当中 其实我们发现 她的思想里 更多的是 她无法接受先知 居然 她接待先知 居然导致了 这个结果的事实 她说 难道神差你来 就是让我的孩子得病吗 所以她不能接受 这样的一个事实 就是她接待了先知 怎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后果 弟兄姊妹 当我们体验到上帝的祝福 其实我们的内心当中 会有一种微妙的诱惑 就是因为啊 一切啊 我们会变得更容易 特别是在我们信仰成长中 当我们跨越了家庭 朋友的拦阻 我们在工作 在社会当中 一些障碍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在教会开始服事成长的时候 我们潜意识里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种 觉得神一定要保守我 出入平安 神 我这样地来爱神 就应当保守我的困境 要越来越少 我的路 在世界上的路 要越走越宽 虽然 这个寡妇和以利亚 住在一起 但是我们发现 寡妇到她目前为止 她所经历的 不过是在停留在 外在物质上的祝福 或者她满足于 每天神迹的供应的 这种满足当中 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 她得到了这个满足 但是基督徒从这里 我们要去思想 我们到底需要的 是神自己呢 还是神借由这个世界 来供应我们 我们所需要的呢 圣经对基督徒 其实有很多 惊喜的提醒 其实有一点 我们本就无法 从这个堕落世界中 得到 本就不能得到的 信主是爱主 是上帝给我们的 特权是恩典 但不代表神欠我们的 因此他就必须 保证我们不经历苦难 经历对各样的灾祸 产生免疫的能力 第二 同时呢 我想说 让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 今天这个世界 它不是伊甸园 我们也不是活在千禧年中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是圣经给我们的 真实的盼望 是要我们诚实地 面对这个世界 圣经所给我们的盼望 不是一个虚幻的盼望 如果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 罗马书的八章 十八到二十三节 我们这个 这个经文打出来 在屏幕上 我们待来看 他上面说 我想 他说现在啊 现在的苦楚 比喻起将来显用我们的荣耀 就不介意了 受造之物 切往等候上帝 种植显现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 浮在空虚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那教大如此的 受造 但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得享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 那是二节 他说 我们知道 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劳苦之道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身体的得署 受造之物 就是包括我们 是包括我们今天这些 得救的人 也包括那些 我们这些落在因罪 而导致这个堕落和败坏 世界当中的每一个人 上帝说 他说 受造之物 仍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就是仍然指望脱离这个败坏的家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 仍然是一个堕落和败坏的世界 这是一个事实 大家 所以我们 当我们看见今天的新闻当中 常常会听到各样的灾害 有人为的 校园枪击案 教堂当中发生的杀戮 就在这两天 刚刚不久 大家知道吗 发生在新闻上 有很大的热点 新西兰的 有 是在新西兰对吧 一个 一个屠杀 那个枪手 在屠杀过程当中 他带了一个 那个视频 带在头上 他拍下的整个 他的屠杀的视频 把它传到 传到这个 网上 非常恐怖的一件 一个 这样的一件事情 不仅如此 自然界当中的地震 山林大火 海啸 几乎这个世界 这种灾难是 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每天都有各种人死于意外 其实我们看圣经 并没有保证 基督徒有权力 去免除这样的意外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这段经文说 一切受造之物 今天还在这个堕落世界里 什么 劳苦 叹息 包括我们 他说 这得享 这些得着什么 圣灵的 儿子名分的人 就是我们这些 有着圣灵的基督徒 我们自己也 心里也会常常叹息 我们会经历身体的疾病 败坏 我们会在疾病当中叹息 亲人过世的叹息 我想这样一些事情 直到基督的再来之前 没有人可以完全避免 这个堕落的世界 所带给我们的影响 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 我们常常愿意听一些 很正面很正面 觉得一些信息 一些见证 比如说 某次地震 我有一次听 一次牧师就分享 他说某次地震 是在国内的时候 房子 大概汶川地震 砸死了 他说砸死的都是外邦人 他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没有死 他讲了这么样一个见证 但是我才讲 但是我觉得说 应该基督徒死掉才是见证 因为你才把机会 什么留给那些 没有信主的人 基督徒已经有了 得救重生的盼望了 我不知道这样的 但是觉得这样的见证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正面的 一个正面的一个见证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内心当中 愿意听这个 可是我们在神学上 当我们被这种见证 所笼罩的时候 我想我们的 大家去见证 我们的到底 我们的神学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些真正的真假 但是我可以看出 这种见证背后 错误的一种神学观 让我们的信仰 依然停留在 现实生活福祉为目的 因此才有 非常 在这里成功福音 如此地吸引人 只要你如何如何 你就发达 只要你如何如何 你爱主 你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就会得到各样的 回报来报答你 甚至由各种各样的 反科学的证明来 证明来 证明神更大 结果很多的时候 一些见证 神医证明 结果都是为了达到 宣传目的而造假 所以圣经上 其实讲到他的门徒 他说会遭遇 比世界上更大的逼迫 弟兄姊妹 我们肯定会经历到 神的保守 甚至在我们 不预想不到的时候 上帝也保守我们 因为上帝也教导我们 要我们脱离 这世界的凶恶 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 蒙保守 不是我们配得的 更不是上帝所欠我们的 我们同样 我们有时候 很容易忽视了圣经 所告诉我们 经历痛苦的必要性 彼得前书一章六节 我们看看这段经文 彼得前书一章六节 他说 弟兄 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第七节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人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苦难或者我们说 suffering这个词 那么什么是苦难呢 suffering这个词的词根 它源于什么 古罗马的一个单词 一个古物脱离机的名称 这个词根来自于古物脱离机 什么意思 今天我们看到有人照过这个照片 就是什么 这个古物脱离机 就是有一个人 他会搅动一个滑轮 一个滚轮 另外一个人只装在 坐在一个 装一个很粗的滚筒的 一个粗子大车上 那个滚筒里边什么呀 周边贴着粗糙的铁块和石头 然后那个人就搅动这个圆筒 把这个古麦子 这个倒进去的时候呢 经过这个古物脱离机 它就碾压以后 就把那个骨壳和骨粒分开 那么这个装置 就被称为suffering 就从这个装置当中来的 后来人们就用这个词 就被称为苦难 所以从中我们得到苦难这个词 当我们遭遇很多的痛苦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感觉 自己在这种环境下 有被撕裂成碎片 然而我们看见这个古物脱离机 我们就知道 没有一个打这个骨的人 是为了紧紧撕碎这个麦捆 他的目的是要把 骨粒上的康皮除去 从而把宝贵的麦子显露出来 所以我们的主 他从来不会 从来没有 从来不会没必要的 把我们置于一种悲伤 失望的压力之下 经历过这些苦难的人 好比麦子经过这个脱离机 宝贵的古物才能显露出来 所以这里边说 上帝不会把一个没有必要的苦难给我们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 经历了这个苦难和痛苦的原因 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 我刚才讲非常流行的各种强调真能量的词汇或书籍 它就是要你告诉你如何摆脱各种负面的情绪思想压力 因为很多心理学家说 这些东西都是有害于我们身体的 有一个心理学家 过去他也是帮助人 辅导人 要人怎样说 在各样环境中你充满正能量 但是经过他很多年的研究 他发现导致人的问题的不是负能量本身 不是人的压力 焦虑 痛苦的情绪本身 他说而是人不能接受这些 去想办法逃避 后来大家可以看 在Ted上他专门做了个演讲 他发现了真正有害的从来不是压力本身 而是我们认为压力有害的想法 他告诉我们说 人要接受和面对这种负的能量 同样基督徒 神也告诉我们 我们并不是不要一味地去逃避和回避这些困境 当我们去承认 去接受这些困境 并把它当作上帝所给我们的另外一种礼物时 反而这些困境就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了 我个人 也有过这样的一种例子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大 过去前有一段时间 失眠对我造成很大的一个suffering 所以我就想尽办法 我就说哎呀我怎样才能不失眠 我怎样才这个东西让我太 怎么精神不能集中啊 影响我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就羞陷在这个纠结当中 但是有一次我想 上帝要提醒我 让我与神 我今天这个状况去相处 我要接受这样上帝所给我的这样一个困境 可是当我慢慢去接受他的时候 我不再是把他当作一种讨厌的 我想办法一切去排斥他的时候 感谢主 神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恢复 越来越从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可以走出来 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妇人所面对这个变故的她的态度 我们知道虽然这个妇人在开始她表现过极大的信心 对吗 当以利亚说你把这最后的给我吧 她就把这个东西又给了以利亚 对吧 那么可是呢 她把仅有的口粮给了以利亚 又和以利亚这位神的重要仆人生活了取久 但是我们刚才说 但是她对上帝的认识 还是许有许多的盲点 首先呢 我们还讲 她以为她接待先知这一点 可以让她免除患难的遭遇 我为神做了工作 付上了代价 因而神要公平交易 不应该让我遇见这样的不幸 正如我们开头提到的 爱主的人 我们自己的经历 同样会经历这些 所以尽管神愿意丰富地赐福于我们 但并不代表我们就对这个罪恶的世界 会产生完全的免疫能力 那么第二点 我们发现她的一个问题就是 她遇见患难之后 还有一种 她有一种错误的罪疚感 她什么罪疚感呢 她认为她自己是犯了什么罪 是她自己要对孩子的死亡负责 大家知道很多时候没有信仰 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没有信仰的人 他们到了一些重大的世界 事情之前都会去拜 不管是拜观音不怪 菩萨反正去拜一拜 献上公平 免得她会想 我去拜以后 免得我过去做的坏事 影响我的升迁发财 然后我做了这些好事以后 我奉献这些东西以后 你保佑我 你要跟谁有个弟友 跟上帝 跟他的神有个交易 所以我们上帝 基督徒有时候也会 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内在的一种想法 基督徒有时候遇见不顺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想 这个魔弹是不是我哪里得罪了神 是不是我没有聚会 我没有读经 我没有祷告 没有奉献等等 所以神让我失业 让我找不着工作 没有得到升迁的机会 其实上帝不是这么想爱的 真实的信仰是我们对神的爱 与世事与神的关系 催促我去亲近他 而不是神在我们内心当中 造成一种内疚感 罪疚感 然后让我们去接触这位神 我们个人的经历 有时候我们甚至负面的经历 不一定是与罪疚最相关的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 不要用一些结果 一些结果去倒推上帝的旨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你做了一个选择 或者你在个环境当中 你遇见了困难 你就说 是不是我这个选择 不合神的旨意 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看见这个世界 很多靠心机 轨迹 占便宜 顺风顺水的人也很多 这不代表神的喜悦 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所遭遇的患难来倒推过去 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因为这些很多顺境的人 不代表他最终能逃离上帝的审判 最后我想说的是 神不仅要让妇人借着以利亚 看见上帝的伟大 上帝的供应 更让妇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苦难当中学习 使他可以全心地依靠上帝 让他真正地对上帝有极大的安全感 我们看见以利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她被这个寡妇去 complain的时候 去抱怨的时候 她没有为自己辩护 她没有说 哎呀 妇人啊 要不是我那么长时间来你家 你和你的儿子早就饿死了 对吗 他们早就说做完肺炎就要死了 结果以利亚她说 我来到这里照顾你这么多年 这么长的时间 你没有说 结果你出了问题 然后你来抱怨我 其实我发现这是个很正常的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当我们人 有时候你帮助一个人的时候 你帮助他很久 可是有一天 你不帮助了 或者他遇见困难 你不打算继续帮 他会更大的埋怨你 这就是这样的 他反倒指责他 对吧 对以利亚说 或者说你 但是以利亚没有说 哎呀 是不是你自己没有照顾孩子啊 以利亚面对这个责难的时候 她是谦卑地把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 她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掌管一切 无论是好是坏 弟兄姊妹 也许今天我们没有经历 这种肉体上复活的拯救 或者看到这种肉体复活的拯救 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的生命需要这种不同寻常的神迹 我才能振奋起来 然而对一个基督徒来讲 对我们来说 今天基督耶稣已经赐下比肉体一致更大的神迹 约翰福音三章六节说 从肉身生的仍然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这里说 他说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耶稣为我们而死 就是已经赐给我们永恒的心心生命 当我们凭信心接受主的时候 那一刻上帝就已经重生我们 并把这样一个复活永不灭亡的生命赐给我们 寡妇的小孩子 他的肉体的复活是短暂的 他还会死去 感谢主 其实今天这个复活的神迹 已经就在你我的身上 我们今天就走在这个复活的道路上 难道我们不是经历了比孩子更大的神迹吗 今天虽然我们还遇见苦难 灾害 疾病 但是在这些面对上帝永恒的救恩当中 就像神说 他说这一切 是至赞至轻的苦楚 为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 所以在这悲剧的背后 要看见上帝的特殊目的 我们也在我们生命当中 短暂的苦楚 一些灾难当中 你有没有看见神最终要在我们生命当中 成就更伟大的荣耀呢 这是这次上帝要拯救这位妇人背后的目的 他不仅仅从物质层面当中 他经历神更让他学习完全的真正的仰赖神 以至于他真正的灵魂得救 上帝没有允许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苦难 但是他在他的恩典和他在困难当中 对我们的生命的造就远远会超虑这个世界苦难 所带给我们的悲伤和哀痛 这就是我们在苦难当中的盼望 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主耶说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你赐给我们在逆境当中 有各样的盼望 因为我们的盼望并不是虚无的 我们知道上帝今天借着你的独生儿子 你道成肉身 他的空坟墓就是我们的见证 他自己已经从死里复活 他并且把这样的生命你赐给我们 虽然我们今天仍然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当中 受到各样的挟制 也许在我的经历当中经历亲人的离去 环境当中的一些各样的身体当中的疾病 但是主我感谢你 因为你把那更宝贵的生命你赐给我们 你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充满了真正对你的盼望 主我们谢谢你 也让你在苦难当中 你让我们学习更深地经历你和认识你 谢谢主我们今天这样的祷告 这样的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